曾经高调秀恩爱的双臣夫妇陈颜希陈晓近年多次传婚变 两人将于七月迎来结婚八周年 但6月19日 有媒体给他们送上大礼包 疯传他们婚姻破裂 还称陈晓在去年年底提出离婚 拉黑陈颜希 夫妻间不再沟通 陈颜希跟陈晓合作神雕侠侣之后谱出姐弟脸 两人否认因戏生情 透露是在聚集的宣传期擦出爱火 陈晓任定年长四岁的陈颜希 陈颜希是自己的太太 两人相恋不久及在2016年领政结婚 婚后育有儿子小星星 一家三口定居北京 陈颜希做了人妻之后 事业运一般 工作量减少 一年可能只有一部作品 或者街拍综艺节目 在很长一段时间 陈颜希都带着儿子在剧组里陪陈晓拍戏 陈晓的人气却丝毫不受结婚影响 那年花开月正元梦华录等作品 将她的事业维持在顶峰 陈晓29岁结婚当爸爸 婚前还挺享受跟粉丝在网络交流 婚后变得越来越低调 近几年她只用作品说话 不断接戏 极少自我宣传 2022年 陈晓接受鲁豫采访 谈到自己婚后的变化 她表示已经跟妻子约定好 不再回应外界的留言 反正不影响他们私下的生活 对于传了很多回的婚便 采取躺平态度 这一回传婚便 双晓果然是没有任何回应 工作人员都不接记者的电话 6月19日 狗仔江小燕称 陈晓在去年年底提出离婚 宁愿近身出户 一定要跟陈颜希离婚 也不知道陈颜希做了什么 在狗仔口中 陈晓是为离婚不可 她半年没有回家 为了达成目的还换了手机号码 拒绝与陈颜希沟通 如果女方要找陈晓 只能通过第三方 江小燕没有给出实质证据 但就指出 双晓夫妇已经有长达半年时间 没有同况 狗仔对跟拍双晓多次 只拍到陈颜希独自带娃上学 不见她去老公的剧组探班 台湾方面的媒体 采访了最强狗仔葛思琦 她直言陈颜希跟陈晓结婚那么多年了 现在传出婚便 她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她跟拍过陈颜希 确实最近半年都没有见过双晓合体 陈颜希每次回台湾都是独自一人 陈颜希与陈晓最后合体 是在去年5月 女方举办40岁生日派对 她们一家三口开心切蛋糕 今年5月陈颜希生日 陈晓的社交网没有动静 与往年完全不同 上一次宣布离婚的明星夫妻是张子怡汪峰 他们曾发布全家福 但对方生日却没有送上祝福 不久 离婚声明就出来了 熟悉的套路 一切从缺少生日祝福开始 双晨的低调 让不少网友起疑心 加上 她们不公开辟谣 没有半句解释 工作人员回避记者 这让人如何相信她们没有婚便呢 幸好陈颜希坚持带了八年婚戒 陈晓每天都在拍戏 正在拍摄的是古装剧大生意人 她带不带婚戒 我们不清楚 但她老婆带了 这是陈颜希的婚戒 辨识度挺高 当初结婚时 陈晓亲手给她带的 过去半年 正是狗仔所说的婚便期 在陈颜希的社交网里 找到这几张照片 只要能够看到手的 婚戒都在 1月29日 3月8日 6月16日 陈颜希给容祖儿庆生 当然 这是去年的照片了 6月10日 陈颜希与撒贝宁在江西录制节目 陈颜希手上的婚戒 同样清晰可见 如果双晨真的闹婚便 陈晓对陈颜希 采取冷暴力长达半年之久 陈颜希为何还要带着婚戒 显然 陈颜希对婚姻的态度 没有任何改变 过去半年 双晨为何没有被拍到同框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两人都要拍戏 确实减少了团聚次数 陈晓从去年年底开始在广东拍摄X的故事 杀青后在三月中旬前往恒店 以及周边拍摄大生意员 工作至今 预估八月杀青 而陈颜希 今年1月初禁组 在成都拍摄《亲爱的仇敌》 4月初杀青 经过短暂休息被狗仔拍到在北京大孩子 他又到恒店客串藏海传 大约在五月底杀青 六月下旬 陈颜希到杭州拍摄都市剧剧鸡蝴蝶 从两人日程来看 双晨都曾在恒店拍戏 五月底陈颜希生日 这对夫妻同在恒店 要见面应该不难吧 父母都在拍戏 七岁多的小猩猩留在北京上学 居心有爷爷奶奶主力照顾 小猩猩上了小学之后 陈颜希似乎变得忙碌 特别是今年 他一句接一句地拍 给人一种不再围着陈晓打转的感觉 这个时候传出婚变 确实容易令人误会 不过 陈颜希带着婚戒 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 他对陈晓的爱一直没变 这一刻 他仍旧是陈太太 如果两人真的闹翻了 谁还会留着对方的社交账号不取关呢 说起来 陈晓和陈颜希这对夫妻的 那可是因为一起拍了神雕侠里这部剧才结缘的 2015年 两人公开恋情 那速度 简直像做了火箭一样快 没多久 他们就不入了婚姻的殿堂 还生了个可爱的宝宝 这速度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娱乐圈的感情总是那么复杂多变 这部 前段时间就有传言说两人已经协议离婚了 甚至还有人爆料说陈晓为了离婚宁愿惊身出户 这些传言一出来 立马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纷纷猜测 这对曾经恋爱的夫妻究竟是怎么了 但是啊 这些传言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陈晓呢 一直在剧组忙着拍戏 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传言的影响 陈颜希呢 则多次被拍到独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看起来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妈妈 两人虽然久未同况合照了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感情就一定出了问题啊 这次陈颜希在综艺节目中佩戴婚戒的举动 无疑是在默默回应着外界的猜疑 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我们的婚姻依然稳固着呢 这一举动也让那些关心他们的粉丝松了一口气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 能看到一对明星夫妻能够长久地走下去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要说陈颜希啊 我得提一嘴她的职业和代表作品了 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女演员和歌手啊 可是凭借一部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演艺圈展露头角的哦 她在电影里饰演的女主角沈嘉宜啊 简直就是青春时代的白月光啊 清纯可人的形象加上自然的演技啊 让她一夜之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啊 之后呢 她又出演了多不热门影视作品啊 《像不二神探》 《神雕侠侣》等等啊 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力呢 特别是在《神雕侠侣》中饰演的小龙女一角啊 更是让她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和喜爱呢 她的演艺时也可以说是越来越红火了啊 不仅是演戏 陈颜希还在音乐方面有所涉猎呢 她曾经发行过个人专辑并演唱过多首影视剧主题曲哦 她的歌声甜美动听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呢 这样的陈颜希啊 真的是多彩多艺让人不得不爱啊 说起来这次婚变传闻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啊 好在陈颜希即使用婚戒打破了传言 也让粉丝们安心了不少呢 希望这对明星夫妻能够一直走下去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欢乐的时光吧 这次陈颜希佩戴婚戒的细节不仅为婚变传闻提供了 间接的辟谣也让大家看到了她对婚姻的坚守和态度呢 在一楼圈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 能够保持一份真挚的感情真的不容易啊 希望陈小和陈颜希能够珍惜彼此携手共度更多美好的时光吧 殇程 如果我们家 PhD 还是要加密码目能够